大家好,我是二战迷内华达老白 今天,我想聊聊二战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维希法国,作为轴心国的傀儡政权 维希法国在二战中扮演了相当复杂的角色 关注我,带你一起云游美国 了解更多二战的历史故事 维希法国,这个名字在历史上充满了争议 1940年6月,在德军迅速攻陷法国后 法国政府不得不签署了康边停战协定 在这份协定下,法国被分为两部分 德军占领区和维希政府控制区 维希法国,即由菲利普被当菲利佩将军领导的政府 成为了名义上的法国政府 但实际上是德军的傀儡政权 维希政府的总部,设在法国南部的维希市 尽管名义上还是法国国家的一部分 但实际权力严重受限 德军控制着北方的大部分地区 包括巴黎,而维希政府的活动 主要集中在南部较为安静的地区 在这段时期,维希政府表面上保持中立 但实际上对德军的政策大多是合作的 他不仅执行了大量的德军指令 还协助德军进行了一些占领工作 比如,维希政府协助德军 在法国进行了一系列反犹太人的行动 推动了大规模的犹太人迫害 虽然维希法国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法国的传统与文化 但它也被人们视为二战中最具争议的政权之一 在历史的长河中 维希政府的种种行为引发了对其合法性和道德性的广泛讨论 二战结束后,维希政府自然也走到了终点 战争结束后,法国迎来了解放 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政府重新掌握了国家的主权 而维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遭到了审判和惩罚 了解维希法国的历史 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二战的复杂性 也能让我们看到在极端困境中的各种人性选择 关注我,内华达老白 继续带你探索美国的历史遗迹 揭开更多的历史谜团